美国西部时间12月12日 由美国华人社团大联盟主办的 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攻击日活动论坛 在洛杉矶举行 美国南加州桥界各大社团代表参加了活动论坛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南京大屠杀 这是我们全中国人民的一种活动 不是我们一个人的活动 是全球海外人民的活动 我们要牢牢记住习近平主席的倡导 我们要敏慧先列 记住我们的先列们是怎样 用先写放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 我们要教导我们的海外的年轻人 后一代要记住 珍惜我们的历史 敏慧我们的先列 美国华人华侨纪念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攻击日活动 已经举办了四届 每年都以不同的形式 来唤起海外民众 对纪念和缅怀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重视 那这个座谈活动也真的是彰显了我们海外华人华侨对祖国的热爱 对这个过去这个国耻不能忘记这个国耻这个缅怀先列的这个心情 所以说我们举办这个活动也是全球率先发起的 在美国在洛杉矶举办这个每年的纪念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国家攻击日 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历史上史无前例的 也不可能再有这种事件 我们也不可能允许在这种事件再次发生了 所以我们呼吁我们海外华人华侨一定要记住这段国耻 不要忘记这个国耻 今年的纪念活动 南加州各大侨团社团的负责人纷纷发言表示 海外的华人华侨不能忘记南京大屠杀 以及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 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不能忘记 所以我们缅怀这些同胞就南京大屠杀 这是我们比较痛心的律师 但我们作为美国的华人华侨 就我们在美国我们就融入美国社会 我们参政议政 我们在美国赚大 我们会支持我们国家多做一点贡献 让我们国家强大富强 为社会带来和平 让我们子孙后代共享和平 珍惜和平 余会代表表示 201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 将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我们美国的华人华侨率先响应这一议案 并于当天共同发起了纪念活动 今年已是第五届 活动还将每年继续下去 全球新闻洛杉矶报道 其我们未经许有请坏